关注真相一问到底 今天三峡集团发布消息 我国海拔最高风电项目 在西藏错美线哲骨镇成功并网发电 此次并网的单机容量3.6兆瓦风机 是目前我国超高海拔地区 以投产容量最大风电机组 由于该风电项目位于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海拔超过5000米 因此备受关注 那为什么要在世界屋脊建设风电厂呢 建设高海拔风电厂都需要闯过哪些难关呢 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厂和平原地区相比 又有什么样独特的设计呢 而喜马拉雅的风又是如何点亮了西藏的灯呢 带着这些问题 咱们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 那我们先到这个海拔最高的西藏错美哲骨风电厂去看看 我现在就在海拔5050米的西藏错美哲骨风电厂 随着首批舞台单机容量3.6兆瓦的风机接入电网 这个我国海拔最高的风电厂正式避网发电 项目全部投产后 年发电量将超过2亿千瓦时 可以满足周边近14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西藏错美哲骨风电厂位于喜马拉雅山北路的山南市错美县哲骨镇 风机建设在海拔5000米至5200米之间 总装机72.6兆瓦 是我国首个超高海拔风电开发技术研究和科技示范项目 也是首个并入西藏主电网的风电项目 西藏错美哲骨风电厂建成投产 为后须超高海拔地区基地化 规模化 集中连片开发风电奠定基础 填补了超高海拔地区风电开发的行业空白 我们都知道高海拔地区在交通 气候等方面的条件相对恶劣 那在这里建设风电厂 具体都要克服哪些困难 闯过哪些难关呢 咱们也来听听技术人员的介绍 首先在超高海拔地区建设